小阳我们看到继续关注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 这一周没有特别大的事 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那就是Kamala Harris 现在的副总统选了一个他希望成为的未来的副总统 也就是他的竞选的搭档Running Mate 这个人也算是美中或者是湖区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叫Tim Walts 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人他的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为什么民主党会选他作为Kamala Harris这样的一个竞选 但是我先想跟你分享了一个我的观察 Kamala Harris或者说民主党在行政分支上这种竞选努力 最近其实还是非常红火的 他们很明显的 我是认为就是说哪一边如果比较努力的话 实际上哪一边是自己知道是落后的 而你看川普自从当然是挨了枪子 然后选了副总统之后 那段时间一下子好像就是无论是publicity的角度 这种曝光的角度也好 甚至说给他们选举的选民基础这种激发的这种效果也好 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 突然对面大杀气 拜登一下退选了 是吧 然后又经过Kamala Harris逐渐迅速的凝聚党内共识 成为这个政治的候选人又配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副手 他这个新闻热度其实是此消彼长 但是我确实觉得从他们竞选的努力来看 我是认为他们是落后 当然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我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是说这个川普和万斯现在的竞选落后 那我是觉得说这也是因为啊 在他们的对面 就是Kamala Harris 他这边呢 首先还有一些的风头可以出 那首先第一风头就是说千呼万唤使出来 他最后就选了他的竞选搭档 民主党州的州长Tim Watts 那么这个本身来说就是有新闻性 从无到有 那么让大家可以来接触到说 他的竞选搭档是怎么样 当然当他宣布过以后 并没有看到那这个竞选搭档 马上就可以帮他带来一些民调方面的提升 但是我们知道在8月份 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来进行这个提名的确认 这有点像我们在7月份看到的 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进行的一样 那你就会看到啊 这个党内的空前团结 然后呢好像就带了一些的动能出来 但是呢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来看这位新出来的 副总统的提名人 这位民主党州的州长Tim Watts 很多人大概对他都不熟悉 但是呢他呢一旦这个被Termal Harris选中过以后 马上这个共和党的阵营就给他写了一个绰号 这个绰号很好玩 英文叫做Tempong Tim 中文叫做卫生棉条第五 那为什么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呢 甚至还把他头像就印到这个女性生理期的 卫生用品的这个盒子上面呢 是因为啊 他在民主党州的这个州长任何院 签署了一项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呢是说呢是免费 像从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中小学的 这个学生在所有的公共的厕所里面呢 都提供卫生棉条来帮助他们来这个处理月经的问题 但是这个法案很好玩 这个法案里面呢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有月经的人都是女性 那这个就比较让我们感觉到说 什么意思啊 然后原来他是说有些人他是变性人 他已经自称是男性 但是他还是会来月经 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就会在所有的厕所里 男性女性的厕所里面呢 都会放上 这个卫生棉条免费提供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 有些贫困家庭啊 他那些的女孩子因为家庭收入低 他们甚至没有钱来购买 这个这些生理期的这些卫生用品 那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呢 共和党就非常不喜欢民主党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就夹带着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动机 也就是混淆男女开放厕所 给这个所有人来 你想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又回到了我们一直关注的 就是男侧女侧的使用问题上 那么这一条的话呢 马上就这个绰号上来了 卫生棉条题目 那他自己他没有回应 但是民主党的人他就说 我们欣然接受 因为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好 那么当然我不觉得这个外号 在目前看来 对他将来的这个 和卡曼·哈里斯一起的竞选呢 有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 但是呢有一条 我想今天跟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下 就是说 当他被提名过以后呢 也是这个川普阵营的人呢 就马上在这个X平台 也就是以前推特的平台上发生了 就说啊 这个共产中国一定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一个提名 因为他是亲中国的 那么他是不是亲中国的 那我们就讲讲 他跟中国会是不关系 其实啊 他曾经在1989年的时候呢 就在中国教了一年书 他是参加哈佛大学的一个计划 到广东佛山的一个地方呢 去教授美国的文化 这个历史 教授美国的这个文化和英语 那么他也赶上了1989年的 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那对他的影响之深呢 在五年以后 也就是1994年的6月4号这一天 他选择和他太太来结婚 就选择这一天来结婚 纪念八九六四 同时呢 他们的蜜月呢 也是在中国度过的 那么当他回到美国以后呢 他就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呢 就是帮助美国的学生呢 可以去中国旅行 他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藉由他对中国的了解 但是呢 当他在2007年以后啊 他当上了众议员以后呢 他也参与了很多中国政府很不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他接见达赖喇嘛 时间是发生在2016年 那么在2019年以后呢 他又接见了香港的这个运动 民主运动的这个青年领袖 黄之风 他参与了很多的这个谴责中国的众议院提案 法案的签署和发起 所以有很多人也不觉得 真正从他的行动上来看呢 他是一个亲中国的人 当然他也公开说了 他说我们不应该跟中国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毕竟我们有很多的方面需要合作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似乎他有一点中规中矩 并不是在中美关系的当中呢 他是一个非常一个极端的一个态度 但是呢 可能在民主党和共和党 目前在参中两院 针对中国是出奇的一致 来进行封锁 进行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情况下呢 那么很可能呢 任何对中国的温和的一些的表态 都有可能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认为他是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过他说实话 一个副手的这种选择 有时候可能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影响大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是为了一种宣传公关 对吧 让这个前台的人物 能够更多的出现在新闻里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更多当然是为了陪衬 这个Kamala Harris 贺锦丽的这样的一个出 出现在人们面前 或者让他更让让人更喜欢一点 对吧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 Tim Walls的他的粉末登场 那个演讲啊 当时他们是选在了宾夕法尼亚州 这个选择这个地点也是有一点点意思的 因为当时之前大家在猜测 Kamala Harris会选谁当竞选助手的时候 其实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Josh Shapiro 是实际上是曾经在这个非常 就是final list 他是最后几个人选当中的一个 因为Josh Shapiro在宾州 就是他是一个政绩很好的人 就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 然后干事情干的也大家都挺幸福的 这样的一个人 也比较年轻才51岁嘛 Tim Walls实际上已经是60岁的人了 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Josh而是选择了Tim呢 大家当然猜测就是说主要是因为Josh Shapiro是一个犹太裔的人 当下因为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是从左翼来的这样的一种 反以色列的这种情绪啊 或者反游的情绪就或者就说支持巴勒斯坦 甚至支持哈马斯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 所以觉得选择Josh呢会导致就说可能不会加分反而会减分 那Tim Walls呢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 他的背景其实确实是呈现了一种老美国的这种中西部的这种 普通人的这种感觉啊 虽然说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在农场长大的一个人 确实这是真的 然后呢他实际上他当过很多年的老师 然后同时也是在这个美军的这种预备役吧 就是他就是没有上过战场 但实际上他经常摸枪对吧 可能也据说摄数还不错 他自己也吹嘘说别看我不是什么NRA的成员 但是我要打起枪了也未必比你们差呢 他是一个在一个传统的郊区的实际上比较保守的区域 最后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 一举击败一个多年的这个共和党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也算是呈现了这种中西部的一种更复杂的一种情绪 就是我们也想试着换一下 那他相对来说可能是我认为他口才还是很好的 在这个在宾夕法尼亚的这种粉末登场 他有很强的这种现场阅读观众的能力 我认为然后他也很会调动观众的情绪 我觉得甚至他的这一点上确实要比卡玛拉哈尔斯要高很多 我恰恰认为说选择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选战 实际上卡玛拉哈尔斯不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真诚的人 他说话经常让人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没有很多的内容 对吧 然后只会念稿子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卡玛拉哈尔斯就是这样的 那Tim就会给这样的一个现场带来更多的一种人情味 甚至真诚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Tim最大的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劣迹 就是在我看起来还是要回到2020年的时候的一些混乱当中去 我们还记得那一年也是大选年 然后我们知道在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市 当时发生了警察用膝盖当时把George Floyd 乔治弗洛伊德的这样的一个黑人就跪死了 窒息而死 但是他的死因也有争议 不管怎么样 反正当时就说美国人民确实觉得非常的震惊 然后就后来有了声势浩大的这样的一个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对吧 当时也引起了很多城市的骚乱 很多城市包括我们湾区的重要的一些城市 都已经在市中心把这个木板钉上了这个商店的外头 对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你应该知道那是一个多么肃煞的场面 然后大家觉得社会当时的安全程度是非常低的 在这样的运动当中 实际上一个骚乱的暴风中心 就是其实Tim Waltz所治理的这个明尼苏达州对吧 当时明尼阿波利斯市里头到处被人纵火 然后人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很多人在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制造很多的混乱 那其实他作为州长我确实认为他在当时没有很好的 及早的去介入这个事情能够把这个事情平息掉 而是造成了实际上众多街区的这种极大的一种损坏 然后对整个社会人们的这种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一个焦虑 我确实如果说Tim Waltz 我不是说他就一定不会是一个很称职的这样的一个人选 但是我能够想起来就是说 他在这个关键的事情上的这个作为 不是令人让人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 好那其实我本人呢 当听到这个Kamon Harris选Tim Waltz 也就是明尼苏大州的州长 做他的竞选伙伴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极度分裂的美国 那其实两个阵营如果任何一方要赢得选战 都会集中在那些摇摆州 那么这些摇摆州当中呢 既没有共和党的副总统提名候选人所在的 俄亥和州 也没有这个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州 明尼苏大州 那么因此的话呢 相比较于有可能被提名的 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那我实际上是觉得说 如果选了那位州长的话 无疑会对这个摇摆州之一 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情呢 会造成影响 那会更对卡罗尼亚州的选情有利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粗浅的想法 当然刚才学朗尼讲的就是这个州长的犹太人的背景 是否反而会这个弄巧成桌了 也有道理 因为最近一次卡罗尼亚州的这个竞选演讲过程当中 就被一些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的支持者 他们呼口号打断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那些人其实也根本不给这个贺锦丽一点的面子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其实还是一个未定之数 那么是否会激化矛盾 让民主党更多的失去 本来是属于他们阵营的 要投他们票的 可是却是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的这群人 他们会不会就因而就不投票 或者甚至是投到对方的票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变数 我现在也觉得呢 可能这个卡罗尼亚州阵营呢 他们也就权衡各种各样的利弊 所以呢 在这个很少的人选当中 最后敲定是由这个Tim Walls来担任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看这个Tim Walls呢 他的整个的这种的过去的投票的做法 和他的出身 就像学长讲的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的一个代表 他自己也称自己是一个路德式的这个基督徒 路德会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 他也自己拥枪 自己会射击 他早年在竞选的时候 甚至还得到过美国步枪协会的资助和支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并没有像这个卡罗尼亚州那样的极端 尽管在这个LGBTQ方面 那么一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水火不容的 那么他作为民主党的州长 他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棉条法案的话呢 是不是也就把自己就自然而然的归到了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比较激进的这一派里面呢 还有这个有所争议了 不能够就是一下子就觉得他是一样的激进 一样的所谓 progressive就是这个进步派 那么很多情况下呢 他还是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党 那么这一点是否会来争取那些中间选民 独立选民是否会给贺锦丽加分呢 这个也我们还会拭目以待 当然选情进入到现在呢 有一个新的动向 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选定过以后呢 一定会有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 那么这位万斯他也是来自于中西部的 但是呢他却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 从一个非常赤平的这样子一个背景 一步步走出来的人呢 和这位Tim Walls呢 似乎有一些的不一样 但是确实都是属于白人男性 那么在这点上呢 似乎呢并没有特别的不一样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说 他们辩论的时候会如何阐述 他们在这些执政理念方面的不同 话说回来 副总统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影响 并没有像总统那么重要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知道 拜登已经弃选了 那么卡玛拉·哈尔斯他接过来过以后 他现在就愿意有底气去挑战川普了 说我们再去辩论 那么川普现在终于答应 跟这个卡玛拉·哈尔斯呢 在9月份三场的辩论 这三场的辩论呢 最早一次呢是9月4号 由福克斯新闻来主持 那么之后呢9月10号呢 是由ABC来主持 9月25号呢是由NBC来主持 所以有这么三场的总统辩论 那么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决 那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啊 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啊 有点像我们刚刚才看过的这个奥运会 南篮的这个半决赛当中 美国的孟之队和这个SERBIA 他们所进行的这个比赛 那么里面真的是 大家首先都看好美国队 可是呢在三前半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SERBIA呢 依照约西奇的带领 他就是硬着压着美国打 直到最后三分钟 美国才追上台 由这个老将 三位老将啊 这个LeBron 这个Kevin Durant 和这个Stefan Curry 追回来 那么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充满了很多的惊险 那么我预计了 今年啊 虽然我们现在的民调 可以看到说啊 Kamala Harris 他有追上来 甚至在某些的地方 还超过了川普啊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整个选战 讲短 时间不短 那么还有 大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讲长也不长 那么双方 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 来制造动能 来吸引选民 同时 如果里面有任何的这个 灰犀牛 黑天鹅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川普遭到枪击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给他大大加分了 可是呢 它是发生在这个投票前三个多月以前 那么随着这个投票期的越来越接近 会不会有 类似这样 能够非常抓住人们的 新的这种的突发事件发生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 就好像我观看那个南南的半决赛一样 我会继续地看下去 然后呢 我也不会以一方领先 另一方 非常的高兴 或者是非常的担忧 因为毕竟 我们现在才是八月份 九月份的三次辩论还没有开始 那么路要怎么走 然后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议题 甚至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突变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会拭目以待 就是卡马拉哈里斯 我记得他上一次演讲的时候 还是在2020年当时 他和彭斯他们也有一个副总统的辩论 我印象里头最深的他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我在说话呢 我在说话呢 他就是经常在辩论当中 他会用打一个女性牌 就是I'm speaking I'm speaking 那你知道就是说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 什么样的社会里头 如果女士开口说话 你一个男的 如果说人家就说 我要说我要说 你总不好意思就说继续说 可是他那个打断的那个策略 实际上你一看 就是很明显的 他在打一个女性牌 而不是说他真的有话要说 如果我觉得彭斯 如果当时去回盘 复盘看一下的话 其实卡马拉哈里斯 说完这句话 没有说出来真正 他到底要说什么 而他只是在表态 然后让你显得很难堪 就是这是这一次 刚才你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在一次演讲当中 底下有挺巴勒斯坦的人 在那抗议 那肯定是多多少少扰乱了 他的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次序 或者是一种他的情绪 后来他就说 嘿你要是说想支持川普的话 你就说出来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I'm speaking 你就听我的就好了 这个表现的当然就是说 在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人 看起来就说 你看他又来了 对不对 你要真的说 这是你在跟你的选民 在讲话的时候 那别人去表态 你就不能稍微听一听吗 你就非得说 I'm speaking 就是我在说 你不要说 你给我闭嘴 这个态度是一个谦卑态度吗 那喜欢他的人 就还是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 Madam 未来的总统 未来的夫人总统 对吧 多么有气魄 我相信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会在他和川普 在进行电视辩论的时候 很可能会再使出来 咱们到时候看一下 但是我确实很期待 这三场辩论的原因在于 我一直认为 也许我是有偏见 但是我认为 Kamon Harris 不是一个特别在政见上 有他稳定的世界观 甚至他也没有特别多 务实的那种 能够操作一个复杂的 比如说谈判 比如说这种跨的党派 去跟另外一方面 寻求某种程度的共识的能力 他更多的时候 还是比较有攻击性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看一下 他原来在大法官Kamon 听证会上那样的一个 非常我觉得刻薄的表现 没有道理 而且非常的刻薄 永远都以最坏的恶意 去揣测别人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 这样的一个参议员的位置 我对他的人格 实际上是表示一点点的担忧的 我认为他的品格 如果说很多人说 Trump is unfit for president 我认为Kamon Harris也是不称职的 另外一个 我是想说川普的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说过 他在这个枪击之后 我们曾经认为 他可以说是经过了生死的考验之后 应该试图要谦卑一些 这是我们其实一直对他的期待 至少就说你说话 要有一些比较准确 比较中性的语言 因为他经常用一些夸大性 虽然很有演讲煽动性的 但实际上确实不够准确的话 对吧 这是所有的主流媒体也好 不喜欢他的人来也好 拿着这个去攻击他的一个武器 他往往就是给人递一刀子 没想到他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毛病 而最近我就是觉得说另一个小细节 他的这个真理传媒 Truth Media是他自己搞的 他也用于他的自己的影响力 其实找了不少的人去支持他 那他这个公司实际上还是一直在赔钱 赔了不少钱 我们想想也可以知道 谁会用这个平台 对不对 有这样的X平台 Elon Musk买的推特 现在也相对比较至少是言论比较自由的情况下 谁会用你的这样的一个Truth Media 但是川普这个人是非常倔的一个 我觉得其实他和Elon Musk很明显 在已经很全力的支持他的情况下 他一直没有return一个favor 就是说也许我也可以回到推特上 你回到推特上来说 难道不会对你更有帮助吗 我是认为会有的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他迟迟不愿意回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自己的损失 他最近可能在玩一个 我觉得他在打这样的一个无聊卡 他可能认为他还是战先的 所以他不是像对面的那两个去那么积极的去选战 总之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 让这样不同的这种对局 不同的动态 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说 也许什么理念是可能更合适这个国家的一条道路 无论到时候谁去上台的话 我相信多多少少也会考虑在这种选战当中 自己总结出来的这种得失 我觉得这个其实恰恰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说 说两个特别好玩的细节 一个是说民主党现在用了几个slogan 一个是说在这个川普拉哈瑞斯讲的时候 经常他们会让观众一直重复一句话 就是说we are not going back we are not going back 就是我们再也不会回到过去 好像是说川普在上台之后 对美国造成了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退步性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准确 然后卡瑞拉哈瑞斯经常还用一个叫weird的词 就是weird 他们在形容这个J.D.Vance的时候 经常会用一个词 就是说这个人很奇怪 他这个weird这个词还不能够简单的说用于只是奇怪 而是说这个人好像说和大家格格不入的那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其实他的关切和普通人关切特别遥远 对吧 他这个人捉摸非常古怪 可以说这样 他们很努力的 对特别很努力的去把J.D.Vance和川普 就是说他们是很奇怪的 我倒是觉得我最喜欢的美国城市之一 比如说德州的奥斯汀 奥斯汀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Keep Austin Weird Weird就是我们有自己属于自己这样的一种气质 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没有必要说和所有的人所说的这种generalization 是这样的一样样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弱点 所以我们看看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辩论会怎么样 好 其实这个weird就是说用贬义词就是说这个人比较怪异 格格不入 那用好的讲法就是特立独行 有自己的特点 那不管是他们怎么样的攻击 我是觉得说在辩论的时候 Kamala Harris他攻击别人虽然有一套 可是别忘了他是当政者 是在位者 所以的话他要接受的是来自川普的挑战 他必须要辩护说他在这四年当中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值得美国人民再给他四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攻防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就觉得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打折扣 当然他的记性比拜登要好 所以他对那些材料包括数字包括什么东西 他可能背的要比拜登要熟 除此之外的话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说他要继续来推行攻击川普的事情来讲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9月4号的在福克斯新闻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川普可以说是享受主场优势 那我们来看看说在这样的一个主场优势下 川普是否是可以来在第一次的跟 Kamon Harris面对面的辩论当中能够取得先机 没错说起来这个他是现任的副总统 他有一场演说里头他怎么说呢 说你们看现在美国我们现在物价还是这么高啊 我们现在生活成本这么高啊 所以我要上台之后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降下来 可是问题是您现在就在位了呀 您现在这个就是在位上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 其实也挺有一点点讽刺了啊 然后也有人说说这个 Kamon Harris给我们的这个民主党的选民带回了Joy 喜乐 而我们又重新喜乐开起来了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就之前拜登总统在在打的这个选战 就是让大家非常的depress 对吧 就是非常的抑郁 就是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其实我还是重复我的那个观点 我是因为觉得说民主党的选民的这种整个的base 他们的主要核心的这些选民被压抑太久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本来今年没希望 但是好不容易看到一点点新的变化 拜登终于说 说啊行那我就下去了 这个是给他们极大喜乐的一个事情 但是Kamon Harris他凭借自己的那个笑声 不一定是那个喜乐的源泉 所以继续大家关注美国的大选 关注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